今年的夏季日剧里 有一部你一定不能错过的 那就是风平浪静的闲暇 黑木华饰演的女主身上 集合了当代年轻人的各种病症 讨好行人格的表象下 有着严重的自卑感 每天都觉得自己处在 格格不入的环境里 快要窒息了 一受到打击就想要裸磁跑路 一头卷毛的黑木华 简直掩活了现实生活中的你和我 如果要给日本演员分个类的话 黑木华无疑是天赋型选手 内向性格造就的敏感 恰好是一个好演员所需要的特质 幼稚圣的时期都还没有明显 但我从来都比较暗的性格 高中时他加入了戏剧社 我说他没有赢得到的 我认为是要赢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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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样子尤其令人惊叹 古风味、昭和脸是他最迷人的一面 在小小的家里 90年出生的黑木华 把一个昭和时代的女佣人演得细致入微 同时拿下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和日本电影学院奖的最佳女配 在他之前 日本影史上有过这个成绩的 只有三个人 而当时的黑木华只有24岁 而在《严谨君二》的眼里 黑木华是一个有着文学气质的女演员 瑞普凡、温克尔的新娘里的她 特别像苍井游 对啊,有些东西 每次都拍摄的 每次都会泪 虽然和副扮相生日人心 但作为演员 黑木华清醒地知道 自己不能被困在某种固定的类型里 我从来没有出现的东西 所以本身性格内向的她 会试着去演《重版初来》里 元气满满的小编辑 早安 还会在电影里画烟熏妆 甩掉以前的淑女形象 或者干脆变身天天混吃等死的废宅 现在可以 不,现在超好 偶尔挑战恐怖片 当当坏女人 我这个人很弱 来个跟米餐娘子的同性基纹什么的 也都很呆感 作为正派表演戏的毕业生 舞台剧、配音她也很拿手 像托兔的姨姨的声音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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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轻轻就这么厉害 难怪是硬核实力派脑 我去想看 我去想看 你去想看 我去想看 我去想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